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人都神通 語言 昨天中小 中到砰砰聲 原來還有第二個語言 我們看到有一個 是動畫來嗎? 嗯 動畫是你說的卡通片 卡通片有一個 都是從現實世界 這個安倍晉三的行刺事件很相似的 我們今天找到一些 特別的語言 以及世界的新聞跟大家說 沒錯 請大家給我來 支持我們Play Drums的節目廣告 我們去啦 說什麼? 去啦 就著安倍晉三的離世 在日本現在被人突然炒作 說日本有一套漫畫 被稱為神語言的漫畫 為什麼? 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 原來 這套漫畫 又巧合得這麼巧 飛機真是撞主要 撞啊 它 裡面 第二集說的東西 就是 總統被人行刺 一本有總統嗎? 即是這麼說 手上的一本都去到那個grade 是 那為什麼 這一套東西 即是現在被人炒作呢? 原來 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被行刺那一天 是 正正正播這一集 不是吧 哇 這麼恐怖 是怎樣呢? 好可愛 我們先給大家看看 另一件事 都關乎 安倍晉三的事件 終於說 它的死因 現在驗屍結果出爐了 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被人槍擊了之後 通常都是 打中哪裏 關乎打中哪裏 至死 是的 現在就說 死因 是這個動物損傷過多到 失血過多至死 一炸地打下去 是的 這件事都了解得到 另外 跟大家說說 在世界各地 紛紛不同元首 都出來 即是 都叫做慧文 即是表示 安倍晉三 因為受到這個槍擊事件而離世 都出來 叫做 哀悼了 俄羅斯 烏克蘭 這兩個 真是麻煩的地方 還在打仗 他們 總統 都出來 分別哀悼 這個譴責暴力行為 真的 普京譴責暴力行為? 真的 真是笑了 哈哈哈哈 好笑 真的 即是說話 雖然我們可以笑一下普京 是 你這傢伙在打仗 你都譴責暴力行為 嗯 日本 那個態度 對 大家都知道 日本對 跟美國都很親近 是不是 又說 做了一些第一島鏈 軍事共同防禦條約等等 他們也有 在俄羅斯 打 烏克蘭的時候 日本也有 表態 普京也是 出聲 不會說 因為 我 就像小溫童一樣 撞你 不會的 國際間也不會 集大也不會 我們外交部也不會 大家都出來表態 說話 美國更加說 拜登 拜登 普京一個 普京一個 拜登 很尷尬的 你們說這些出來 表示哀悼 我的意思就是 你說哀悼沒有問題 但是 美國那些槍擊案 多得 真是 唉 他們也沒空 只是哀悼 真是 看過殯儀館破地獄 即是 又是五十部笑一百部的Fan 沒錯 普京也是 打架人 又說 和平 很長 好啦 接著英女王 都出聲 這個人有資格說 好一點 為什麼呢 英女王就沒有什麼 但是你那些 下面那些 喂 你的前首相 是不是 一樣的信 都是紛紛的 唉 真是 沒什麼好人 真是 英女王形容 悲劇突然 所以向安倍的家人 和日本國民致義慰悶 都說說 由於他們 日本參議院的選舉 在星期日將會舉行了 他們的 各個政黨都會繼續恢復拉票 但是不會安排出名的人士出來 另外 就說到 嘩 這個世界 處處都是商機 什麼事啊 就是日本 報社免費派發號外 跟進安倍前首相 就 受槍 就是行食 意外 身亡事件 說到 你知道這份報紙有得炒嗎 炒什麼 炒 炒價 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嗎 一些人覺得 是不是真的特別呢 你知道炒到多少錢 多少錢 一萬元一份 安倍賺三個元 這份報紙 號外報紙 一萬元 一萬元一份 人家免費派出來 炒一萬元一份 大能 真的處處都是市商機 另外 有 都是說日本的 就說 日本網絡 現在熱話 在兵庫縣 不說安倍晉三 就說兵庫縣 經見一隻 武武長腿長臉的神秘生物 我武武長腿長臉 不就是 一條女兒都可以 武武長腿長臉 專家就出來說話了 不要亂行 要付錢 不是呀 非禮 究竟是什麼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 究竟這隻神秘生物 還有什麼 要跟大家說 另外 這個世界也有很多混亂事 還有些神經病 有些人跟大家說 先說了 安倍晉三這件事 剛才說到 有這麼多人 紛紛出來悼念 真是連普京 扎蓮斯基 拜登 英女王 說得出的 都是全部自己國家 都沒有好肉 是不是 真是 真是殘忠 所以印度神童 你說不中嗎 搞定好自己的事先 這個世界 印度神童跟大家說 這個月 七月到八月 將會是最空險的月份 因為那些負能量最強 一單安倍晉三都已經炒得滿城風雨 正所謂一單都嚴多 希望不要弄多單 普京你出來譴責別人暴力行為 你這傢伙又有暴力行為 究竟怎樣呢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也回應事件 他說 譴責針對野蠻暗殺的企圖 拉夫羅夫在G20會議上對傳媒表示 他表示過他不知道這次暗殺背後動機是什麼 但他也會向日本同事表示哀悼 連同澤連司機也在網上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哀悼 並向安倍的家人和日本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他形容安倍被人殘殺 是一個可怕的消息 沒錯 野蠻暗殺人 另外拜登 你先搞定你的槍擊案 他說 這件事真的感到震驚 並且憤怒 心切哀悼 他說美國和日本同行 他說 拜登 共向是否要拜登由宗教 我真的不懂得說 如果他都仲埋招 在世界上 再多一宗事件 真是2022日印度神童玩完 是 風盛 真的風盛 之後有一個人來過這個地方 在這裡有個馬曹女出生 不是馬曹 是印度的產房出生 是 印度華的神棍 又說他買學位 誰不知他說話 看他經常見 對 比嘩嘩 厲害 比嘩嘩 見到沒有朋友 拜登在網上發表文章 他對這件事感到震驚 憤怒 和深切哀悼 他就說 安倍晉三捍衛了美日之間的人民友誼 奧巴馬也有發聲 是的 奧巴馬也有發聲 奧巴馬說 永遠都會記得安倍同由這個廣島和珍珠港的經歷 他和夫人米歇爾在這段時間都是一個痛苦的時刻 向日本國民表達最深切的哀悼 英女王也有發聲 英女王就說 形容事件太突然了 他和安倍的家人都表示 慰問 大家元首都出來說話之後 嘩 在日本現在被人炒作了 這套漫畫 日本漫畫 為何這麼巧合 有時候的事情是否冥冥中自由主宰呢 命運的安排 不到你不相信 究竟這個世界有多少鬼神預言得這麼準 那會不會有人可以看到 究竟下一件大事是些什麼 我們先看看這個漫畫是些什麼鬼的漫畫來的 就著日本全國在哀悼 安倍晉三的離世 就說 很多電視台 新聞網站 都為全世界 全球人民 都在更新最新消息 而當地很多電視台 都突然間禁停了很多個節目 電視作品 即是那些戲劇 甚至是動漫 而其中一個動漫 叫做頂點 頂點 就是被安倍晉三離世 或者行食的新聞 就暫停了 不過呢 很多網友 就根據動漫官方的最新預告發現 那些東西這麼巧的 剛剛被停的那一集 就說到暗殺總統的劇情 嘩 即不是因為他要播放暗殺總統 而官方就停了他 而是因為這宗安倍晉三事件的新聞要先行 導致原先要播放這個劇 要讓路 真是恐怖了 這叫亂透 是啊 撞口 真的撞到 應一應 這個動漫叫頂點 官方在Twitter突然發緊急通知 原先在昨天播出的第二集 因為各種原因導致取消 就說 導致在這個時段 將會重播第一集 而第三集就在16日播 嘩 真是恐怖了 最詭異之後 理論上重播第一集之後 應該播第二集 但是 現在官方將第二集全部關掉 不播 而被消失的原因 在日本的網絡上發酵 就說 原來 網民發言 第二集的預告裏面 出現這個大統領暗殺計劃這個內容 剛剛遇到剛剛 大家都知道 安倍晉三被人遇到 這些敏感時機 所以 所以 就說 算了 就收了它 想不到這些漫畫 不會是今天才畫的 早就畫好了 又會 剛好得那麼久 原先是昨天播 而昨天播 又剛剛遇到 又發生這件事 真是冥冥中 持有主宰 消息一曝光之後 在日本 就紛紛熱議 日本網民就說 嗯 這個決定也是挺好的 因為 始終 有些東西 很敏感 是吧 這件事 都明白到 有些人就在那裡說 嘩 嘩 這樣都 真的這麼 遇著剛剛 難怪的印度神童真的有中 是吧 那些東西 是啊 他有這樣的感覺 那會不會 還有一些語言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印度神童 不過 不好的事 不要說那麼多了 哈哈 一旦都嫌多 那究竟安倍的死因是怎樣呢 驗屍結果就出爐了 原來 講到說 安倍晉三的死因 當然大家都知道是槍擊案 但是 原來他的死因 就是動脈受損 導致他的失血過多 而傷口 是一顆子彈就造成了 一顆子彈就足以拿他的命 這樣嗎 是啊 內良院 即是等於你把動脈 不是一顆子彈都破壞了 不是 又不是 只要一顆 其實原來也挺有傷口 醫院那邊表示 安倍的心肺功能停止 其實 他送院之下已經停了 心肺已經停頓了 已經是 去到醫院 發現他的胸口 雖然醫院幫他胸口止血 並大量輸血 最後也救不回 負責的醫生就表示 安倍多處地方出血 根本是沒辦法幫他止血 救不了 是的 又說頸部右側有兩次的槍傷 大概距離五厘米 那肯定是散彈打下去 大血管和心肢嚴重受損 而左肩前部 就懷疑有子彈和體內射出的創傷 就沒有子彈流在裡面了 沒有彈頭了 唉 那真是 唉 真是誇張 沒有啊 所以我昨天 我自己都說 你給他這麼近距離散彈 真是很難救 是啊 沒得救 沒得救 真麻煩 大家都明白了 這件事也是不幸的消息 但是這麼不幸的消息 在日本 這份報紙被人拿來炒賣 一百萬港幣了 應該是讀賣新聞報 有人把這些號外拖街派 期間 有人拿完之後 竟然放上二手的網站拍賣 哇 哇 叫價呢 原先由三百日圓 到二千日圓不等 但是 直到安倍 歸西之後 有人把每日新聞 有關號外的這份報紙 標價到二萬九千元港幣發售 哇 不是吧 不是吧 你拿 你們之前 日本人 日本人拿他們自己的錢 手上的新聞 來炒賣 當然 雙機處處 有些人說 賺錢而已 犯法 當然 有些網民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 就不是下架 這傢伙只是減價而已 不要賣這麼貴 就說 由原先二萬九 這份報紙 現在減價到一萬一千六百港幣 有人說 日本網民說什麼呢 看到五十萬日圓這份報紙 就有人批評 你說笑而已 你拿人的死信拿來賺錢 這樣 那我們也是這樣 不過我們沒有炒 他不是 他不是 有一兩樣的問題 其實是紀念成侄 不是紀念成 紀念成 網上做新聞 那你就做新聞 即是你報道新聞 他不是 你拿你的報紙 當一個商品賣出去 而從中獲利 我不譴責 因為我知道一定有很多這些 只能夠這樣說 只能夠這樣說 你說什麼 這些錢 不要經常拿你這些錢 這些錢來賺錢 只能夠這樣說 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 是上業社會的 以前也是這樣的 沒有 李小龍自死 禁電視 擺在那個 擺在玩仔 一拔拔 不解之迷 那些 但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你不用譴責 我沒有譴責 日本沒有文 就分出聲 給你講 另外 就住 安倍 這次的死訊 他們參議院選舉 都會如期舉行 政黨 今天 都恢復出來 拉票 但 有些 知名人士 都不出去公眾活動 也說到很多民眾 用不同的方式 悼念安倍 這次 都非常恐怖 是吧 真是奇怪 一宗選舉 就搞到這樣 好了 講完這些安倍之後 就講一下 喂 日本 看到 我剛才一說 這個叫 武毛長腿長臉 是不是人來的 更加專家叫他 不要碰他 是不是真的真的人來的 究竟什麼鬼 神秘生物 這麼古靈精怪 這個時候 這麼多古靈 古靈精怪 東西 好 我們看看 就說 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他住在兵庫縣 他就 上個月中 在村裡 見到自己 還沒見過的生物 即是 毛毛的長腿女仔 你沒見過 阿伯 你不是害怕嗎 當然不是 話說 這隻生物 他在吃 他養貓的治療 他見到人 也沒有逃走 阿伯就說 哇 好恐怖 於是 拿個電話 就拍下了他 這隻 沒有毛 就見到 嘴巴長腸 灰灰地色 看起來 好像沒什麼毛 腳又長 臉又長 除了這個老人家之外 其他村民 都說 見到 這隻神秘生物 開頭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袋鼠來的 袋鼠 袋鼠的前腿這麼長 我沒見過 整隻腳這樣 好啦 這件事 就有人研究了 所謂的神秘生物 是什麼 有動物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表示 提醒當地的市民 千萬不要碰它 為什麼 這個神秘生物 會爆炸呢 中心解釋 原來這隻神秘生物 是生了 辣爹 那些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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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叫做 那些叫什麼 什麼 狸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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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倉 這些 辣爹 有寄生蟲 寄生在動物的皮膚上 引起了嚴重的痕氧 導致脫毛的症狀 而且 為什麼他們叫它不要碰呢 因為 這些皮膚病 有機會傳染給人 所以 你想繼續保持有頭髮的話 就盡量不要碰它 這樣 就是生蟲而已 哇 恐怖 生有皮膚病 大家小心點 不要亂碰動物 另外 跟大家說一宗誇張的新聞 神經病 在新加坡 被人爆出來了 有一個報道 說 有一位53歲的男人 和一位90歲的老媽子一齊住 和一個工人住 那他媽媽都90歲了 這位53歲的男子 他擁有健身教練的牌照 那說他呢 沒有東西做的 那有人就說 這個報紙就說他呢 這個人 失業了 沒有東西做 那你也算了 竟然 竟然 他幫他90歲的媽媽 制定了虐待級別的每日健身計劃 嘩 他真的沒有東西做 他媽媽 究竟是怎樣呢 就說 這個健身計劃就是包括 劇拳 有養搭板 儒家滑球 還有健身球這些運動 還要他媽媽 各自暴行 三公里 如果他媽媽 完成不了這些訓練 就會 罵他 還不准他吃飯 以及不准他睡覺 他瘋了 這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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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被老母合得了 是時候還拖 他真的瘋了 非常誇張 這件事呢 被人放了上網上 警方 或者他們當地的法律部門 介入 當地的法官就表示 老人家 骨狗說碎 骨頭又脆 又哮喘又谷血 你叫他做這些運動 你擺名就是 謀室 是不是 但是 說他的兒子 一直都不肯聽別人說 就說他自己 最了解他媽媽的身體狀況 但是 既然他的兒子也瘋了 所以當地的法官 已經禁止 這個男子 回家 不讓他回去 免得虐待他媽媽 而這位90歲的媽媽 會繼續跟工人同住 不用擔心 就沒有人照顧 不過聽完這宗新聞 他應該瘋了 對 踢拳 踢腳 哇 那真是 你想玩死他 真是 恐怖了 另外 另外 說一件事 之前我們說到日本 那個極端天氣 很嚴重 說到 有個老人家 竟然 為了去玩 獨自留孫女在家裡 到最後 孫女 吐血慘死 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看看 在大阪 庫田林市 有一個兩歲小女 因為 中暑而得 家裡慘死 而她的祖母 你想想她的祖母是多少歲 不是很大年紀 46歲 我猜到 46歲 還有這個女人的老公 只有50歲 因為疏忽照顧而同罪名 被捕了她 根據日本報道 這個小妹妹 在2020年半歲開始 慘遭精神虐待 所以 和她的生父母分居 由她親生的祖母 和夫婦 這些親生祖母 收留了她 未滿一歲的她 就在洗澡時 因為這個疑犯 即是說到她的祖母 因為沒有理她 而淹親 需要送院治療 本身也是敏的 但是 她的孫女 一直跟她們同住 而她的祖母 經常扔她自己的家 但是 講到說 為什麼這次會出事呢? 這兩個疑犯 益術事發當日 為了 消除臭小孩的壓力 決定出去玩 而且確定 這個小孫女 在一個嬰兒圍蘭 睡著了 於是 在清晨 凌晨 早上五點鐘 大歲 五歲的兒子 三個人一起出去 環球影 去到下午 四點多左右 這個祖母 由另一個十五歲的兒子 放學回家之後 發現她的孫女 好像古靈精怪 於是 打給她 發現 這個孫女 沒有了呼吸 竟然 她的十五歲的兒子 原先不是打給她 喂 不行啊 十五歲的兒子 孫女是她十五歲的生 不知道啊 你看看 四十幾歲 她的孩子都亂了 是啊 是啊 那就說 竟然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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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人呢 指示個小孩 不是報警 不是報警 叫她做什麼 潑她水 淋她冷水 這樣啊 然後呢 潑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她回家了 發現呢 這個孫女死亡 潑過幾鐘啊 嘩 真是 潑過幾鐘 嘩 好恐怖啊 她死之前有吐血的跡狀 那她懷疑呢 因為中暑 引起脫水症而死亡 那真是 說到說 雖然 又開冷氣 但是同時間呢 又開槍 那你真是笨實了 又開冷氣又開槍 那這間屋怎麼會涼呢 而當日呢 氣溫高達三十四點五度 那就說 而呢 那 口渴 熱致死 所以 真是這些 又是要考牌的 不可以 亂來 你沒心臭小孩 就不要亂來 那真是 交給一些 適當的機構 去人照顧 總好過你這樣 劈牠在這裏 真是 等個天 養牠 還是等個地下養牠 真是不得而知 那 安慰的消息也好 神語言的東西也好 都跟大家說好了 恩道神童 還有些什麼 等你啊 好啊 還有幾個國家 下次再談 拜拜